這款是寶基的5527屬於Marine航海系列裡面的Cornograph計時錶 如果你想上官網看就會知道這款錶原來是沒有鋼的系列 如果平價17萬多就會用泰金屬這種物料 如果不是泰金屬是貴金屬的話就會類似這款錶原來是白金或玫瑰金的版本 如果以寶基這個品牌這麼漂亮的Cornograph自家機芯 17萬多也不算太貴的一個泰金屬版本 但以同一個規格但整個外殼用了一個貴金屬 不論是白金或玫瑰金加上一個這麼有份量的接購 稍後展示給你們看 它的接購做法是航海的方向桌是很漂亮的 如果就這個規格讓我知道原來是27萬多的定價 我覺得是偏便宜的 因為我最初拿著錶上手都以為是30多萬的定價 兩個旅計盤的設計 小秒針在9點位特意做小 整個性格你覺得是不是人都喜歡 就未必但絕對是一個有造型的性格 中間部分你看到一個海浪的色紋 然後旁邊整個圈環 上面也有一個立體性的羅馬字的黑道處理 錶殼也有寶機傳統的性格 即是側邊的處理 以及比較啞手啞腳的錶耳 在這個基礎上也發掘了一套運動性格的錶殼邏輯 這一種是寶機對於運動錶的獨有傳適 機身是520QA 48小時的動力儲存 Inverted Linear Leverescape 一個倒置式的直線槓桿琴重 真的有空要研究一下 直體油絲和一個直質的琴重系統 最新的科技 今天就翻了這隻 亦想告訴你這隻寶機 5527Marine 一個膠帶 貴金屬的版本